短短五秒鐘 鴻海最新電動車Model D 神秘面紗首度公開 看不夠放大調量 再仔細瞧瞧 貫穿式燈組設計 從中間亮起 凸顯整體車頭輪廓 再研究機密手繪草圖 充滿未來感 讓外界更期待 十月將重磅登場的鴻海科技日 Model C Model E 還有Model C 好像還缺了一個英文字 那個就是Model D 今年我們一共會展出 六大主題產品 包括超級算力中心 三大智慧平台 當然我們也會推出 最新的電動車 這次特別強調和設計 法拉利出名的 意大利公司Peneferina 合作攜手操刀 發言人吳俊毅 還特別到意大利博物館 參觀百年經典車款 衛星車Model D 增添想像空間 而目前鴻海電動車 陣容一字排開 有推進量產的Model B Model C 對應小型中型極具 大型轎車Model E 大型貨卡Model V 以及電動巴士Model T 而專家推測Model D 渴望瞄準七人座 大型電動休旅極具 現在像台灣現在市場上純電的七人座的產品 其實是蠻少的 尤其是SUV這款 最高價位的話 可能是六百多萬的賓士的EQS SUV 三百萬這個極具的 Tesla Model X P-R的EV9 Model D這一款 接下來如果有機會量產的話 它是不是能夠卡兩百萬 甚至兩百萬以下這個極具的話 我覺得蠻值得期待 同時鴻海擴大佈局 印度電動車市場 強勁當地自駕邊緣運算晶片領域 昇華電動車產業鏈佈局 三連線文化小平流 最後綜合報導